3月18日晚胡馨儿通过微博回应产后脱发 称其实我的发际线一直都这么厚 只是大家没注意到而已 大家不用害怕 孩子照样可以生 网友看到此俏皮微博后 纷纷围观并留言表示 哈哈女神太有趣了 不用管那些胡说八道的 反正你美呀 馨儿姐真是可爱至极 有你这句话 我就可以安心结婚生孩子了 3月17日 李承德在埃及晒出胡馨儿的纯素颜照 在老公视角下的胡馨儿 心腹满满 笑容灿烂 李承德在IG派文称 我妻子满脸傲娇和着急 因为她圆满完成了我的愿望 帮我制作了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基辅机和木羊人派 很简单啦 谢谢你撑死我了 素颜出镜的胡馨儿状态非常好 产后身材的恢复也很不错 不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 胡馨儿的产后头发非常严重 这发际线也是格外强劲啊 两边的头发几乎快掉光了 再加上胡馨儿把头发都拢了起来 看上去就像是突勒顶一样